带鱼到底应不应该去鳞 怎么做才能皮酥肉嫩 我把吃了30年的做法 今天教给你 300道特色美食汁 干炸带鱼 首先我来教大家选带鱼 要选表面光亮的 而且肚子没有破口的 这样是非常新鲜的 接下来我们在鱼鳍的位置 去掉鱼头 砍掉鱼尾 把它的鳍给撕下来 再与肚子里面插进两根筷子 搅动一下 把鱼内脏给取出来 很多人在做带鱼的时候 喜欢把带鱼表皮的银膜给去掉 其实那是不对的 表皮的银膜也叫银纸 它是一种无腥味 天然的优质脂肪 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接下来我们把带鱼 改上密集的一字花刀 改得不要太深 这样炸出来带鱼才会皮酥肉嫩 我们把它切成段 拍一个葱 把葱拍散 再拍一块姜 加入三克的花椒粒 再倒入开水泡三分钟 倒入开水会充分的激发出 葱姜花椒的香味 我们来腌下鱼 以15毫升两勺为准 下入五分之一勺的盐 一勺料酒去腥 一勺蚝油提鲜 加入两勺 葱姜花椒水 给它装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接下来我们把腌好的带鱼 用厨房纸给它粘干 这样炸带鱼的时候 它就不会崩 而且形状特别好 炸带鱼的时候 一定要高油温下锅 这样炸出来的带鱼 表皮才会酥脆 也能更好地锁入水分 炸至表面金黄 就可以捞出来了 皮酥肉嫩 原汁原味的干炸带鱼 就做好了 鲑巴 鲑巴